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了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凤凰城遗忘录》 1997年3月13日,苏菲六岁 她和哥哥在一起庆生 这本是个全家幻聚的日子 谁都没想到自己的生活会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生日庆典上,他们在远处看到了奇怪的光点 从此哥哥就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 他四处采访看到奇怪光点的路人 一部分认为是政府政策的闹剧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外星文明的侵略 哥哥将所有的采访都以纪录片的形式拍下来 还在路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姬发妹 他们决定顺着光点出现的方向 去闪到另一边探险 直到他们在电视上再次看到光点的出现 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去追寻光点的决心 他们开车前往事发地点寻找光点 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父母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离婚 自此家庭分崩离析 警方前往事发地点调查 只在他们停在高速公路旁的车里 发现了摄像机和啤酒 还有哥哥的一点血迹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提供给搜救队 车上还有几卷留下的录像带 经过很久的勘察 警方什么也没找到 完全找不到破案的方向 于是在不久之后 所有人都放弃了 十几年后 苏菲长大了 他决定要调查出哥哥失踪的真相 于是他带着男友 开始了对从前经历这起事件的人的调查 经过很长时间的寻找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在哥哥的老师手里 获取了一台损坏的相机 小心翼翼地拿出里面的录像带 清楚地看到了当年拍摄的内容 哥哥和他的探险伙伴们 将车停在了高速公路上 穿越了峡谷 在路上发现了关于外星人的奇怪印记 想在峡谷里寻找等待光点 却一无所获 直到天黑才启程回去 不出所料他们在峡谷里迷路了 指南针也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损坏了 伴随着天空的巨响和亮光 三个人都吓坏了 匆忙往车的方向跑 三个人开车回家 车上的收音机却突然开始调频 车子后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点 好像要将他们吞噬 随后车子就熄灭了 他们决定走路去加油站寻求帮助 但是离加油站还有六七公里的路程 气温越来越低 其中一个队员走到一半开始流鼻血 说自己听到了家人的声音 随后就跑失踪了 哥哥带着金发妹继续前往加油站寻求帮助 没过多久金发妹也开始流鼻血 产生了奇怪的幻觉 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带上了天空 哥哥而没能幸免遇难 在一阵奇怪的景象出现后 也被吸上了天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台拍摄下一切的摄像机 带给人们无尽的遐想 妹妹带着影像去寻找军方的解释 他们却只说 不能让这个视频流出去 这起少年失踪案 也就这样逐渐被人们淡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探寻未知的宇宙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